今天讲解的这部影片 是根据日本著名AV女优 《泛导爱的成长经历》改编的 讲述了一个少女的成长史 有迷茫 有绝望 有希望 还有自暴自弃 也许你和我一样 对柏拉图这个词有些疑惑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女主魁站在楼顶上 一遍遍地拨打着一个电话 对着天空喊着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还记得吗 声音中充满了落寞和质问 然而电话并没有接通 而另一边 男主君一直在发送着一条短信 却显示控号无法发出 随后他随便输入了一个号码 按下了发送键 正在绝望的时候 看到楼下出现几个青年 匆忙走开了 魁踏上楼顶的边缘 无神地看了看楼下 随即闭上了眼睛 做好了跳下去的准备 就在此时 手机却响了 短信上显示 哎 生日快乐 你那里冷吗 魁并不认识这个号码 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是不是搞错了 随即回复起短信 郡手握尖刀 尾随着刚刚看到的几个小青年 似乎在下着决心 正当他准备冲出去时 手机突然响了 短信说 我今天十七岁了 有蛋糕 大家都在 这里很好 很温暖 郡手中的刀子落了地 抬头看去 那几个年轻人 已经消失在街角 只有郡不知所措地 站在原地 魁很快就受到了 对方的回复 说谢谢你回复 知道你活着 我很开心 谢谢你给了我新生 俊 葵看后眼面而泣 从楼檐退了下来 也许是命中注定 也许是阴差阳错 一条信息挽救了两个人 无处可去的 葵在大街上 漫无目的地走着 给朋友打电话求助 希望借宿一晚 但对方的男朋友来了 没有办法让他过去 就在此时 两个开豪车的青年 不怀好意地和他搭讪 这番举动不禁让葵想到了曾经的遭遇 当时的情景和现在十分相似 一群朋友招呼他上车 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喝酒 结果酒最后 朋友起了歪心思 在车上轮肩了葵 事后 葵把自己关在浴室里 看着淤青的脸庞 希望清水能够洗去自己的悲伤和耻辱 而在别人面前 他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高昂着头颅 以此作为铠甲 保护受伤的心灵 从医院回到家 父亲把文件摔到桌子上 要求他转学 葵沉默以对 然后若无其事地接着电话 母亲解释说 亲戚们都知道了 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而葵却一阵见血地说 是为了你自己吧 父亲忍无可忍 骂他是不孝女 而葵却不满地说 我才是受害者 在父亲的家暴中 他向母亲投去求助的眼神 但母亲却什么都没有做 于是果断地做出了反抗 换来的却是父亲的当头一变 父亲扔掉皮带 痛哭无泪地离去 葵再次看向母亲 他还是沉默以对 葵不禁自嘲道 是不是觉得如果没生我 该有多好 想着伤心的往事 看着面前搭讪的青年 葵转身离去 但空空如也的钱包 又让他停下脚步 下一幕 他坐在了宾馆里 与一个裹着浴巾的大叔 共处一室 听着大叔 唠唠叨叨地说着公司的事情 葵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提醒他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主动脱下了医苦 第二天早上 葵给俊发了一条短信 问人也有价钱吗 我值两万日元 葵捧起汉堡啃了起来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心里却空荡荡的 这时过来一个红衣男子 名叫金锦 他手里拿着一个名片 问葵对模特和演员之类的 有兴趣吗 随后葵被带到了酒水吧 一个专供男人喝酒聊天消遣的地方 并认识了这里的头牌明美 这天在房间化妆时 明美炫耀了刚刚从客户那里 得到的名贵手表 告诉他 在这里想要得到更多 就要付出更多 加油吧 而葵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又给俊发了一条短信 问他 对你来说 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在酒吧里上班的俊 看到了短信 并没有立即回复 从同事的口中可以得知 他们都想成为高高在上的DJ 但老板让他们做的 却总是诸如搬桌子之类的杂事 当天下班后 俊回到吵闹 狭小而又杂乱的房间 给葵回了短信 说不可替代的东西 要到失去之后 才能发觉 又反问葵 你最不可替代的东西是什么 葵回复道 对我来说 最不可替代的是钱 虽然人们经常谈论 没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但我觉得用钱买到的 才是伸手可及的 最实在的 两个月过去了 葵从那个连点火都生疏的小女孩 变成了会应酬客人的陪酒女郎 能够和明媒讨论流行时装了 这天 店里来了一个客人 石川先生 告诉经理 他需要这里最可怜的人做陪 葵自认为是最可怜的人 就站出来负责接待他 葵把自己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个男人 还说自己欠了一笔债 不幸地遭遇讲完 结果石川先生只打了五十分 就这样你来我往 石川先生和葵成了朋友 在酒吧里 葵又接到了财务公司的催债电话 他疲惫异常 想赶紧回家 于是让金锦快来接自己 却意外第一次看到了俊 他因为快人快语 被女客人扑了一脸的酒水 俊发短信问葵 一颗星值多少钱呢 葵回复道 也许一颗星只值一百万吧 车子里 葵与金锦相拥在一起 送给他名贵的手表 却不知道对方在自己身上抽成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账单 以及催债的上门 在人前表现得无所畏惧的葵 不得已开口向石川先生借钱 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 再加上明媒找到了归宿 即将要离开酒水吧 这让葵再次迷失了方向 心无处停靠 他站在天桥上 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 在给骏的短信里写道 这个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情 就是所有人都是孤独的 即使我现在死了 也没有人会发觉的 这一天 葵在金锦的陪同下 前往AV制作公司签约 听着金锦诠释合同内容 葵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只是木讷地点着头 因为他还没有满18岁 所以第一次拍摄时间 被定在了一个月后 结果金锦递过来的印章 葵傻作了很久 最终还是在合同上盖下了印戳 到了18岁生日这天 葵傻呆呆地坐在工作室里 而背后就是拍摄现场 他换上了制作人送的 学圣服生日礼物 在生日蛋糕前 半推半就地完成了 第一部AV影片的拍摄 出来后 他质问金锦拿了多少钱 但对方故作糊涂 于是葵拒绝了金锦的接送 独自一人在雨中徘徊 在极度失落之际 俊发来了短信 祝福他生日快乐 并推荐了从沉默中走来这首乐曲 葵行走在雨幕中 耳边回荡着低沉的音乐声 和稀稀利利的雨声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之中了 晚上 葵披着浴巾坐在床上 听着这首满含失忆 充满激情的曲子 眼角湿润 但嘴角却浮现出久违的笑容 这天 葵和朋友来到郡所在的笛巴放松 听到舒缓地从沉默中走来 葵愣住了 从黄毛小哥的嘴里得知 这是近期的主打歌 而台上的DJ正是俊 葵拿起手机 给俊发了一条信息 他看短信的动作都被葵看在眼里 也许心有灵犀 俊抬头看到了葵 两人用眼神确认了 对方就是彼此牵挂的人 之后 两人去天台上聊了一番 俊送葵回家后正要告别离去 葵却丢了钥匙 两人蜷缩在门口 相互间的一吻确定了两人的关系 之后的时光无疑是美好的 一起做饭吃饭 清洗光碟 逛街约会 并开始同居 但俊依然会梦到女孩坠落的情景 在噩梦中惊醒 这天外出购物 葵说俊的手很冷 要给他买副手套 但俊说不必了 然后举起了两人食指相扣的手 正在浓情蜜意之时 葵却接到了雷里制作公司的电话 因为事先有合同 违背的话要赔偿很多违约金 葵只好按照合同办事 在拍摄过程中却更加地抗拒了 回到家中 葵在整理唱片时 发现了夹带的照片 那是俊和爱的合影 这天拍摄结束后 葵打电话给俊 问那张照片的事情 但是俊并没有回答 葵诱约了金锦 问如果不拍AV的话 要赔多少 金锦告诉他要五百万 说话间 金锦脱掉了葵的衣服 想要像往常一样清热 但是葵却拒绝了 葵回到家 发现俊正坐在门口 手上全是伤 俊知道了葵从事AV拍摄的事情 劝他退出 葵苦笑着说 我也想退出 但是没有钱赔违约金 俊生气地离开了 走投无路的葵 再次找到石川先生 葵做AV的事情 他也知道了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 借了五百万给葵 让他成功退出了AV界 但凭空而来的巨款 却让俊起了疑心 认为一个男人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借出这么大一笔钱 怀疑葵对自己不忠 两人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但葵意外病倒 进医院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个意外暂时缓解了 两人之间的矛盾 俊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就是想早日还清 石川先生的债务 他甚至找上石川先生 声明自己会还钱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石川先生 却直言不讳地 揭开了他的内心 说他是一个自恋的人 葵因为他才越陷越深 就是他去借 也没有人借给他一分钱 葵去找了明美 此时的明美已经剩下了孩子 但老公却再次出轨 几个月没回家了 看着明美为孩子忙忙碌碌 想到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感觉到无比的迷茫 思索了很久 又和石川先生 进行了一番哲学式的谈话 葵下定了决心 去诊所做了堕胎手术 打到了腹中的胎儿 伴随着麻醉剂生效 葵的眼角滑落了一滴泪珠 葵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发现俊正在等着自己 俊说了爱的故事 她是俊的妹妹 在学校里不断地遭受霸凌 最后自杀了 俊没能接到妹妹的电话 所以将妹妹的死 归结到自己身上 想去杀了那些欺负妹妹的人 而葵的短信制止了她 俊抱住葵 说我们三个 好好地生活下去吧 但葵只能告诉俊太晚了 孩子已经没了 俊有些难以置信 而葵伤心地说 如果我不是爱该有多好 你会比现在幸福得多 我们两个在一起 只会更寂寞 最后一句没有遇到就好了 彻底伤害了两人的心 一个眼面哭泣 一个痛心离开 而葵在房间里 撕心裂肺地喊着 以此来发泄着内心的哭出 转瞬间三个月过去了 葵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他又回到了酒水吧上班 因为AV从业的关系 人气比以前还要好上很多 葵一直想问俊在哪里 但短信始终没有发送出去 酒吧的黄毛小哥告诉葵 俊上次打架 冲进录像店 从一个人手里 抢走了葵的录像袋 不许他租借 俊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上班 但心里却始终放不下葵 独处的时候总是拿起手机 似乎在等待一个电话 明美说 每次抓着孩子的手 他才不会哭闹 这句话勾起了葵的痛心之处 让他眼面哭泣 说对俊最美好的东西 都被自己毁掉了 回到家 葵再次拿出破碎的照片和光盘 尝试着修复 却在照片背后发现一串数字 和一个电话号码 葵拿过手机 开始翻译那串数字 内容是 哥哥 我很没用 什么都没法回报你 对不起 最后再让我任性地要求一次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哥哥的手很冷 无论如何 也要牵住一只温暖的手 谢谢你 此时的俊正坐在路边 看着一群可爱的孩子过马路 他拿起手机 要发一条短信 开头是给我不可替代的人 葵正要给俊发短信 却收到了电话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电话竟然是警察局打来的 原来俊为了抢救小朋友 被大卡车撞倒意外身亡 葵来到停尸房 掀开白色的床单 拿出俊的手 紧紧地握了上去 停尸房里寂静无声 只有葵喃喃的低语 他说 俊 你的手好凉 还是平血吗 我想好好珍惜你 可是我却毁了你 葵对石川先生说 我没钱还你 但石川先生并不介意 说用五百万赎回你的未来很值 十九岁生日这天 葵再次走上天台 恰逢此时 手机响起 据那条预设的信息终于到了 他说 给我无可替代的人 生日快乐 能和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如果再给我们一次相遇的机会的话 结果可能还是一样吧 我们彼此伤害 我们会吵 会哭 会笑 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再一次牵击你的手 没有你 我不会快乐 谢谢你 给了我新生 傀儡流满面 却坚定地转回了身 仰天说了一句 走吧 电影到此结束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 原名为阿里斯托勒斯 因为他自幼身体强壮 肩宽被阔 所以体育老师 就提他取了柏拉图这个名字 意思是宽阔 柏拉图是恋爱 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而不是肉体上的满足 强调两个人进行心灵沟通 不需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是一种理想程度上的纯洁爱情 并且这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 讲到这里 我就有些不解了 既然柏拉图是宽阔的意思 而爱的方式又多种多样 为何却曲解得如此狭隘 仿佛精神鸦片 才是最纯洁的爱情 这部电影更加的夸张 直接取名为柏拉图是性爱 应该是在表达 女主人公为了还债 才被迫踏进AV行业 虽然靠肉体赚钱 却追逐高尚而纯洁的爱情 和其他情色电影相比 本片的暴露画面非常少 而且颜值有误 有些情节还是非常感人的 引人深思 算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 大家可以去看看原片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请您订阅一下 多多支持 不甚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ğer体输密 请不吝点赞 dikk中